來到南方澳可以看到外籍移工整補漁網的工作情景 還有敬拜媽祖的宗教活動 採買漁獲的叫賣生 這些都是南方澳漁港的生活日常 位在交通灣道處的南寧漁市場 隨著第一拍賣漁市場的啟用 也將拆除搬遷到新的漁市場營運 時代轉動南方澳漁港也正在轉變 在南方澳漁港的漁港 民國十二年 民國十二年才落成啟用 民國十年開始建 大概蓋了兩年以後 十二年落成啟用 到現在差不多就是中間一百年 這一百年裡面就是代表台灣漁業發展的領事 大家都知道 南方澳漁是台灣漁業最發達的地方 而且南方澳漁業的漁業裡面 我們的漁法 包括紀念倫路上的標旗語 其實最早也是在我們南方澳漁地緣的 而且南方澳漁業現在很多漁山 還是現在我們台灣最大的 所以我覺得一個山頁的發展 經過一百年的發展 這個港經過一百年的漁業 還有很多流水的意義 還有很多文化的意義 海港有海風空氣中充滿海味 第一拍賣漁市場啟用 在漁業上又是一個新的里程 在眾人的期待下 百歲鋸魚的景觀公園也落成啟用 將是一個新地標 而蘇澳區域會也向漁業署大力 爭取整頓環港空間 提升漁港環境拼觀光 整個空間做好之後 我們這是一個觀光的景點 以後會變成打卡的景點 很多人來問我 要看我們的漁業、漁業要來這裡 所以我們整個環境是在這裡 是不是整理得更好 跟我們相比包括南天公 包括我們所有的宗教 我們的信仰整個結合作為 我直接跟大家報告 我們原來就準備 因為過年的時候 當中充滿師特別告訴我 整個要整理 所以我們配合整個買頭 跟對面這個買頭 整個政見裡面 跟南寧市場整個拆見之後 整個做得更好 因為我覺得 可以大家這麼用心 可以大家這麼熱心 可以大家這麼打拼 企業數也必須要盡我們開來 把這個工業做得好 南方澳漁獲量豐富 是台灣三大漁業重鎮之一 也是遠洋漁業的重要基地 2023年是南方澳第一漁港的百歲生日 邀請大家一起見證漁港的百年風華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翰採訪報導 perspective 我們心理的